1994年,周星驰凭借《赌盛》、《赌侠》、《唐伯虎》、《点秋香》等电影迅速奠定了影坛地位 事业上的如日中天让他成立了自己的电影公司并取名《星采》 这一年,国外出了阿甘正传《肖申克的旧熟》 国内有《国者》、《东邪西毒》 为了在国际市场里打响第一炮 他同导演刘振伟带着大话西游剧本来到内地与西营厂合作 此时的西营厂正凭借老景和红高粱在国际上风头正进 然而当西营厂拿到剧本后 直接表示剧本对西游剧的改编简直不可理喻 但考虑到周星驰已经颇具市场影响力 便硬着头皮合作 由于拍着拍着 周星驰想法越来越多 原本一部的电影不得不分为上下两部 4500万的投资也渐渐不支 为了精简演员 吴梦达分世三角 一人出演二当家 猪八戒和西施们的老公 执行导演江约成 上演瞎子 导演刘振伟也扮上了扑提老组 由于边拍边改 上头的on the you和唐僧碎碎念等很多台词 都是现场发挥 而最经典的那句爱你一万年 更是顺便致敬了王家卫 然而因为剧组的工作压力太大 让西营的工作人员 纷纷产生了一种给资本家打工的感觉 再加上两地演员待遇差异 导致西安演员跟武打导演陈小冬之间矛盾重重 最终因为角色分配不均 使得积累已久的矛盾终于爆发 很多演员把导演堵在房间 整个剧组乱作一团 最后双方派出代表进行交涉 才缓和了整个局面 在为影片配乐时 剧组请到赵继平老师 可当他看到剧本被如此改编之后 整个人都呆了 于是便前往片场找灵感 正好碰上了牛魔王大战十三娘 整个片场挂满牛肠 充满了血腥的味道 赵大使一看直接崩溃 于是在配完乐之后 请求制片方不要再片尾出现他的名字 就这样一路坎坷打闹 终于将电影搬上荧幕 然而由于影片并不符合当时社会的主流审美 上映后票房惨不忍睹 内地票房更是只有20万 一场下来都没有超过10个观众 上映两天便被撤下 刚刚成立的星采电影公司 直接倒闭 没多久 大话西游便被打入年度十大烂片 直到1996年 片方将大话西游拷贝 送到北京电影学院 在学校一放映 大学生们瞬间就沸腾 紧接着便在清华大学 水母清华论坛上 一发不可收拾 很多大学生模仿影片台词 招牌动作 恶搞解构无厘头 引发了师生们对后现代主义的激烈讨论 在师生们的大力推荐下 加上VCD广泛传播 年度烂片竟然奇迹般的逆袭 成为经典 经过解构重复发现 影片很多经典桥段 与国家三苦 怨赠慧 求不得 和爱别离 不谋而合 紫霞青霞 相爱相杀 一生争斗 却被名为灯芯 愿赠相会 至尊保卫旧晶晶 数次穿越 却无可奈何 求而不得 紫霞满心期待 一中人到来 却最终也未能厮守终身 爱与而别离 其中 众生皆苦的深意 和充斥着无奈的爱情 也让人唏嘘不已 紫霞见之一中人 头戴金箍所凡尘 世间安得双全法 不负如来 不负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